老挫屋外杂草好高 志工自備器材来整理 屋子里头也动起来 照顾护许太太和女儿上一尾命 长期洗肾 女儿也病倒了 失去工作 因为经济困难 退掉租屋 搬回残破的老家 里长帮忙修好了房子 她却无力整理环境 洗肾所以眼睛 洗到现在没什么看的 只是以点而为光而已 感恩感恩 因为我一个人里面没看着 我真的都爱着 我没办法 听到有人有需要 志工放下工作合力来帮忙 今天应该大概有四十几位的 师兄师姐来到这里 来协助这个打扫的工作 尽一份心理 这也有事 叫我们能救的 我们一人做 好好照顾妈妈 然后把妈妈照顾好 刷刷洗洗环境一寸一寸 亮了起来 许太太看不见 但是每一份爱都暖进了心 和女儿紧紧相拥 她跟志工说 会好好面对未来的每一天 大爱新闻 真上美志工胡志荣 沈亚慧台南报道 好 好